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異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籌碼的機會 歡迎全國的大國民小朋友 本日來到全民心攻略 60分鐘即將開始展開 燒腦的過程 讓你知道 你的腦細胞經過激化之後 你的人生還有更多的可能 OK 今天要再請你一起來 鍛鍊腦子的朋友 是親子黨的組合 歡迎六位 好 開始鄭重的歡迎第一位 好好的介紹 戲劇圈的新二代 方琪 第二位 選美皇后美媽咪 梁又男 小胡子爸爸舞王藍波 國標舞的小美女姐姐 創作材質名秀 魔法設計師凱凱 親子的組合你知道 你們都是生活生命的共同體 但是今天必須要 童長來較勁的話 當長輩已經老了 孩子發現他慢慢的 超越你的時候 那種本來應該喜悅的 可是那情緒很難拿捏 尤其這又是 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 你知道 對 最後的兩個豬頭 沒想到都是家長 誰受得了 誰受得了 對不對 我們的遊戲 你們都第一次來 怎麼玩 請到我們的最高成績研究員 尚華告訴大家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 新動力研究員蔡尚華 今天來到我們的PK場上 不要管什麼長幼有序 親子天倫的 就是盡情的比腦力 比智力 我們祭出了兩道關卡 第一個是資格賽 要比的是你的修宿 別是你的聯想力跟創造力 而要經過了資格賽 才能夠進入到我們的攻略賽 攻略賽裡頭 量身打造你的專屬 專業的題庫 九題 看你答對幾題 就有機會拿到 一萬 三萬 五萬 十萬元的大獎 重點是連獎品 都是客製化的 所以要好好想辦法得獎 然後拿到更大的大獎了 那我們就把時間 交給曾館長 幾個呢 藝言 到底今天呢 不能上場的豬頭是誰 都在裡面 反正上不了台頭就有請罰 小心啦 四個帶的第一個提示 準備好 請看五秒 藍波 藍波 好 他們刻意取巧地選擇 現場的人名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王少偉 好 藍波跟王少偉的連結是什麼 我跟王少偉 566啊 答對了嗎 好 請藍波原地呼吸吐吶 接下來這題 跟你沒有關係 OK 來 我們的答案是幾個字 三個字 三個字喔 估計應該是人名 這個我怎麼看 來 是個人名喔 第三個提示 請看十五秒 愛妮 愛妮 方啟答案是誰 王欣霖 王欣霖 為什麼 王欣霖這舞也是藍波教練 對 然後那個 愛妮這首歌是跟王少偉 那個唱的 王少偉負責裡面 那個Rap的部分 王欣霖答對了嗎 王欣霖答對了嗎 好 恭喜答對了 第一位 恭喜 怎麼樣 厲不厲害 厲害 這反應非常的好 沒想到第一個出現的是他 來進行方啟的 九宮格公立賽 恭喜 方啟 華班大學哲學系畢業 路透社指出 妳是個很宅的人 因為小時候 父母親管得很硬 很嚴格 對 然後我都 我都會跟我朋友開玩笑說 我覺得我是那個 馬戲團的大象 想要跑的時候 父母親把妳關在家裡面 但是等到妳長大之後 妳真的可以跑的時候 妳就跑不動了 所以就宅在家裡面 就可能小時候不能出去 所以在家養成 就比較宅的一個習慣 對 妳這麼開朗 笑容這麼燦爛 實在很難想像 妳是個宅女 你知道好不好 對 而且還要出去外面花錢 所以宅在家裡面最好 出去會花錢 對 應該把手打斷 對不對 爭取到了五分鐘答題時間 大家一起來看一下 你們的跟你們可能有關 可能有關的禮物長什麼樣子 夢幻一瓶 請開門 來 一起 因為方琦的關係 我們就看這一次 智慧家電 智慧紅酒冰箱 智慧冰箱 這些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你們的 這才叫水瓶嘛 是吧 不要怕你表現得比你媽好 因為那是應該的 方琦的九龍格攻略賽 她的提醒請公布 所以方琦的客製法的提醒 分別有 媽媽念東西亂放 你的遭遇 一直滑手機 你的習慣 穿耳洞保養 你有經驗 殺青 剛剛發生的事 對 瘦身電影 我不懂 超強美容果 你有吃 跑步名人 她愛跑 愛情哲學 她缺乏 選一個題目 我想最有驚人應該是 媽媽念東西亂放吧 對 我選跟她有關係一點 其實穿耳洞 也是跟她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耳朵上有三個洞 然後 幹嘛這樣 就覺得漂亮啊 就是想你真是三八嘛 對 然後她就很在意 好 那我就選穿耳洞好了 媽媽只有一個耳洞對不對 對啊 她穿三個妳不高興 穿那麼多幹嘛 超越媽媽不爽 同風啊不然 對不對 五分鐘準備倒數 時間非常的充裕 請出題 題目是 請問剛打完耳洞時 應該要如何做 才能夠避免傷口發炎 A 常常更換新耳環 B 耳洞保持乾燥 C 直接先擦藥溝 B 鎖定 來 請鎖定 耳洞保持乾燥 為什麼沒有任何的掙扎呢 那麼肯定 因為 有三個耳洞 就三個經驗 所以 是喔 對 她說得很有道理 這個保持乾燥 應該大家都知道 然後 要保持乾燥完之後 把它處理好之後 才能擦藥膏 所以是保持乾燥是最重要的 講得非常的清楚喔 請揭曉囉 答對 耳洞也是一種傷口 還有別的說法嗎 上華請告訴我們 其實耳洞就是傷口 所以我們一定要保持乾燥 特別是洗完澡啊 或者是夏天容易流汗呢 一定要隨時都要注意 讓它保持乾燥的狀態 那麼 也要提醒大家的是 其實耳洞呢 需要大概兩到三個月 它才能夠成形 因此你剛剛 穿完耳洞的第一個禮拜呢 盡量不要換耳環 因為如果你把耳環拿起來了後呢 就很難再把它穿回去了 而且也比較容易會感染 那麼剛剛有條擦藥膏喔 其實呢 穿了耳洞 如果你的耳朵這邊 是沒有發炎的話 也不一定要擦藥膏 因為藥膏它是有一些黏性的 如果你擦藥膏 反而容易會附著灰塵 因此導致你耳洞這邊的傷口 就會感染喔 不要擦耳洞呢 小心囉 不要亂穿喔 第二題 有個好的開始 不錯 拉姨媽知道你有多厲害 好 我今天也跟她一起來的 我就選 媽媽唸 好 對 跟她有關係一點 媽媽唸好了 媽媽唸 東西亂放這一題 準備 四分四十七秒倒數 請出題 題目是 根據日本心理學研究發現 房間越亂的人有什麼特徵 A 心地越善良 B 運動細胞越好 C 壽命越長 A 鎖定 A 鎖定 鎖定 A 心地越善良 誰跟妳講 很巧我剛好前一陣子 在網路上有看到這個新聞 我忘記內容是什麼 可是我點過去的時候 有看到 然後我很多朋友都在下面 標記他們的朋友說 沒有... 所以我心地很善良 就是剛好有滑到 可是我沒有點進去看 房間亂跟心地善良 什麼關聯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搞不好把他的心思 都花在幫別人 所以沒有時間整理他 他把心思花在幫別人 所以沒有辦法整理自己的房間 對 開始答案 一樣 因為我也剛好看了這一篇 你也剛好看到 我有看 在一起啦 沒有 沒有 梁佑南你也覺得 你也剛好看到這個 我沒有看到這個 但是我會認為說 自己房間亂的人 就不好意思去說別人 所以他的嘴巴比較有口的 就會心地善良 自己房間亂的人 不好意思說別人 你好妙的角度喔 不是這樣 就是心虛的心態 這好像母子的對話 房間亂得心地越善良喔 好不好 從今天開始 不要再整理房間 請揭曉 不錯喔 為什麼呢 梁佑南告訴我 日本心理學家就分心了 這個房間越亂的人 他心地越善良 是因為他花太多時間 在照顧別人 所以他沒有辦法 好好處理自己的房間 沒有辦法把這些雜物 給清理好 而另外呢 其實房間亂的人 還有幾個特質 滿有趣的 一個就是他懂得 善用空間的能力 房間這麼小 你可以把它搞得那麼亂 塞那麼多東西 你能夠說他不會善用空間嗎 還有一點呢 就是記憶力特別好 因為他房間亂成這樣 他可以從裡面找出 他要的東西 代表他記憶力要很好 知道他放在哪一個東西的下面 而另外一個呢 房間亂的人 創造力也比較強 主要是你把房間整理得 乾乾淨淨淨 整整齊齊 這種人通常都比較傳統 比較保守 但是你會把東西 隨便亂丟 隨便亂放 代表你比較活潑的創造力 因此呢 下次有人罵你房間亂 就把這幾點拿出來告訴他吧 這我相信耶 為什麼我覺得 你不是在念資料 而是在分享自己的心情 你的房間也很亂對不對 沒有 我很乾淨 亂世佳人 亂世佳人 那現在也開始會頂嘴 關鍵性的第三題 智慧新墊一萬元 要過關到這裡一定要對 先滑手機好了 一直滑手機 一直滑手機 切影出題 4分33秒倒數 來 題目10 許多人喜歡在睡前滑手機 但這樣不僅會傷眼睛 還會造成什麼健康問題 A 智商降低 B 失眠 C 骨質疏鬆 我怎麼覺得都會 B 鎖定 C 鎖定 失眠 妳是三句法對不對 我記得我看過蠻多篇報道 她是說睡前盡量一個小時 至兩個小時不要滑手機 因為這樣很容易導致你會睡不好 影響睡眠品質 對 宅歸宅看不少道理 是吧 請繼續 確定有四個會被淘汰 鼓掌的漂亮 台大醫院跟台灣大學 他們合作研究發現 如果你睡前滑八分鐘的手機 會讓你延緩一小時才進入睡眠的狀態 主要原因是因為手機會發射出 比較長的這個藍光 所以因此 會讓我們的精神變得更亢奮 因此你睡前滑手機 你會更加地睡不著 而且重點是你睡前滑手機之外 也會讓你早上會提前五分鐘起來 晚上更延緩你的睡眠時間 會造成精神耗弱 所以久了之後 還甚至會容易造成我們的內臟癌變 一定要特別小心 恭喜獲得一萬元智慧清閉 恭喜 漂亮 值得可以 英雄書少年 今天非常好 有本事今天當中你的代表作 全把他打完算了好不好 努力 好 第四題 瘦身電影 請出題 四分十五秒倒數 題目是 根據英國大學研究 看什麼類型的影片 九十分鐘可以達到減肥的效果 A恐怖片 B喜劇片 B動作片 我知道 好好選喔 A鎖定 請鎖定恐怖片 有人笑可以笑得滿頭大汗 你不知道 可是恐怖片 它有時候嚇到你 你會激發那個 有時候會激發好像什麼 腎上腺素還是什麼 那好像會就是 會亢奮 對 好像 對 我忘記就是 我記得好像會激發你用什麼 應該腎上腺素吧 動作片你覺得怎麼樣 對 可是女生有時候 並不會被他影響 但是恐怖片是 就是 男女老少都會被他嚇到 認同他的選擇的舉手 恐怖片 一個兩個 你有三位信徒 喜劇片的舉手 兩位 藍波老師選恐怖 因為你在恐怖的時候 你會緊張 肌肉會緊繃 就感覺很像在用力一樣 然後會倒汗 有時候會緊張 其實有時候劇情在凝聚的時候 你就會用力 然後一瞬間的時候 一瞬間剉一下的時候 那也是激動一種 用力的方式 所以如果我每天 一個禮拜看六天恐怖片 我應該 有機會 怎麼瘦 看恐怖片 對不對 請揭曉恐怖片 請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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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大食團隊他們研究發現 他們讓這個修飾者 看食譜恐怖片 他們就發現 從他們的摄入的氧氣量 跟排序的二氧化碳量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我們人緊張的時候 心跳會加速 那心跳加速的時候 這個消耗的熱量就會增加 所以看恐怖片 我們除了會心跳加速 身上濺素增加 然後就把這個基礎代謝量 更加的加快 因此你只要看一部 九十分鐘的恐怖片 相當於就可以消耗了 一百一十三大卡 這個概念就相當於是 你走路走三十分鐘 所以看恐怖片 請稍微達到一點消耗熱量 減肥的效果 再兩題拿三萬 再選一個 跑步名人 跑步 跑步名人 準備請出題 三到五十秒倒數 題目是 哪一位詩人熱愛跑步 每天都會晨跑五公里 還寫信向朋友 推薦跑步的好處 A 桃淵明 B 杜甫 C 蘇東坡 這個 這你應該沒學到了吧 你再猜啊 古文觀止也沒寫這個吧 你得猜一個 A 鎖定 桃淵明 請鎖定 你選他一定有原因 你的理由是 好像沒有理由 因為他熱愛大自然 然後覺得 采菊東零下 悠然見南山 然後就覺得 對 那個 覺得那個環境很好 然後就起來跑步 滿合理的 因為你住在荒郊野外 不跑步要幹嘛 沒有其他人 我覺得 我就覺得直觀就是桃淵明 問題是 直觀的答案通常都是錯的 請接下來 哪個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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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桃淵明 那會是誰 尚華 正確答案就是 蘇東坡 什麼 大文豪蘇東坡呢 其實他非常熱愛長跑 他說他在這個寫給他的好朋友 陳政府的一封信裡頭就提到 自己每天早上起床 一定要跑五公里的路 而且他一定要跑到這頭頂出汗 腳心發熱才會停止 而且不只早上跑步喔 他晚上還要打坐 因此呢 這是他維持身體健康的方法 而蘇東坡的確很長瘦 在古人來說 他已經活到了六十四歲 甚至一個長瘦的古人 恭喜得到一萬元的智慧是蜜 可以拿到哪一些獎呢 來 掃握我們吧 恭喜上次得到的是 金鮮科技 F1 Plus 電鬥這些腳踏車 這台是全台唯一三段動力模式 轉換前後跌殺 雙系統 靈敏平穩又安全 而且它可折疊 收納非常方便 省空間 又容易攜帶 可以帶他出去運動囉 恭喜你 恭喜 恭喜方琦 太棒了 好棒的獎品 不錯 來 放進下一回合的 新冬烈資格賽 第二輪的資格賽 會不會出來的又是孩子 而不是家長呢 準備好了 第一個提示 五秒鐘請看 你看 你們大概都會 沒有答案 還有其他牽涉的人太多了 第二個提示 請看十秒 樂團吉他手 他是吉他手 不出來了嗎 對啊 按的不是民雄啊 是我的嗎 我按喔 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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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 答對了嗎 請原地呼吸 另外四位準備 答案幾個字 三個字嘛 是個人名 民雄給人家一點機會嘛 吉他手 三個人名就是另外一個啦 那就是阿嘎 阿嘎 阿嘎 對啊 民雄你在那戲裡面演吉他手嗎 我也是吉他手啊 他也是吉他手 范逸辰 答對了嗎 公子答對了 阿嘎嘛 要有看這個電影才知道啦 對啊 姐姐怎麼曉得 凱凱怎麼知道 凱凱妳知道嗎 我知道 你也知道啊 但是我想要 做一下效果 先讓他上去 喂 我怕他被彈鼻子 來 進行民雄的酒問歌攻略賽 請就位 謝謝 我的兄弟 高 屏東高公畢業 對 剛才你兒子說 做效果給你啊 很感動吧 對不對 非常感動 謝謝你啊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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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真的沒有辦法 謝謝 來囉 為了你特別量身打造的提醒 請出示他的酒問歌提醒 民雄的酒問歌攻略賽 提醒分別有 鑑魚高手 你會下廚做總餐對不對 沒錯 狗狗尾巴你有癢 有 陳瑜OK的 空氣淨化直哉 你最在乎空氣皮質 對 因為有鼻子過敏 顏色車訊 你懂車 樂團內最聰明 這個不敢說 媒體雕像 他曾經做過醫美 房地產的歷史 其實基本你有在玩 你有參與對不對 是...都有在這裡 先找一個你覺得最有把握的 先左上角好了 鑑魚 一個一個來好不好 我們按部就要把他來處理 鑑魚高手 四分鐘準備倒數 請出題 題目是 下鍋時保持魚皮濕潤 C 下鍋前撒鹽到鍋中 C 下鍋前撒鹽到鍋中 請出題 這是你懂的... 這是你懂的觀念 在你監獄的時候 也會這麼做嗎 會... 會撒鹽啊 漂亮 這一定的 必須的 請介紹 必須的 其實我滿緊張的 其實魚肉裡頭呢 本身就富含了相當多的水分 那下鍋的時候 它會一邊煮的時候 會更多的水分冒出來 因此在魚下鍋之前 建議大家先用紙巾 把這個魚的表面先擦乾一點 那麼下鍋的時候呢 躺如果這個溫度 鍋內的溫度不夠熱的話 魚皮是容易會沾黏 在鍋子上就容易燒焦 所以呢一定要到達一定的溫度 要夠熱的鍋才能夠煎魚 而另外為什麼要撒鹽呢 因為鹽不會融於油裡頭 那它的費點也比較高 所以呢你撒鹽了以後呢 你這個下去之後呢 鹽跟油還有這個魚之間 可以做一點阻隔 就會讓魚皮比較不容易沾黏 也可以煮得更好吃 第二題 順下來嗎 狗狗尾巴 一個一個來 對 順下來 右邊 狗狗尾巴 你養什麼頭 我養那個貴賓 貴賓 中型的那個貴賓 狗狗尾巴請處理 三分四十五秒倒數 題目是 請問狗狗尾巴往哪個方向搖 代表牠充滿警戒 A 往右 B 往左 C 往上 C 往上請處理 牠不開心才往上 沒有 開心是左右 這樣 因為我家的狗就是這樣 開心的時候是左右擺了 那警戒的時候 以前我 以前我們家有養過那個 台灣 台灣犬 牠警戒的時候 牠尾巴是這樣豎立起來 往後面翹的 牠不是這樣子 貓是不是也是這樣 貓好像也是 警戒是這樣子 好像也是 也是豎起來 往上 充滿警戒的狀態喔 請介紹 就喜歡這個感覺有沒有 講話 很演 有沒有 我家的狗太會演了 其實牠狗不是這樣子耶 狗狗的尾巴呢 是牠象徵牠的心理的情勢的 一個重要的部位 而且牠怎麼搖 都代表不同的心情 如果狗狗的尾巴往右搖的話 代表牠是比較輕鬆愉悅的 往左搖 代表牠是比較警戒 而且情緒比較不好的 那麼往上呢 通常代表著 牠在 牠正在處於一個比較優勢 比較上風的地位 往下擺的話 代表牠是比較順從的感覺 那麼如果牠擺得比較慢 也可能代表著牠正在思考 牠的下一步要怎麼做 所以就是有這些點 可以讓大家來注意一下 我就知道我養的那個毛小 就是不一樣 換句子 進行 怎麼這樣 可惜 進行下一回合的資格 第三輪的資格賽 加油了 下面剛好是兩個家長兩個孩子 來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歐陽龍 跟他的家人有關 還是跟他的工作身分有關呢 第二個提示 十秒請看 吳宗憲 我懂了 他們在共同特質是什麼 他們在共同交集 已經出現 第三個提示 來 答案是幾個字 不要急 我講幾個字 因為按了就非言講不可了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是 兩個字 心霸是吧 對 因為他們都 他們的孩子都在演藝圈發展 都在演藝圈 心霸 所以這就是 他們都有新二代就對了啦 對 心霸 答對了嗎 不錯 趙樹海 明星子女 都有明星子女 所以他們當然是 行霸 來 參加他們公園仔 公園仔 公園仔 特許藍圈 開屏勾職畢業 對 開屏的餐飲課很有名啊 那是後來的 我們以前是諮詢課 你很高興出來不用 待會不用被處罰 那如果被這樣子吃你女兒 讓她知道家裡是誰 才是說話 今天來的是大女兒 小女兒也在跳舞嗎 小女兒跳流行舞 一定會受你影響 你爸爸跳街舞 遊行舞很帥啊 對 就是喜歡 對 都喜歡跳舞 愛運動 一家人的活力無限 這個家裡面 就會生氣蓬勃 是吧 不要熱鬧 這個太重要了 好 為你準備題目不容易 因為你都在跳舞 怕你知道的事情不多 你知道吧 請出示藍波老師的 九宮格公園賽的題型 來 請介紹 他的題型分別有 內臟黑白切 聽說你愛吃內臟 好愛 酒精熱量 你愛喝酒 刺青容易得病 你有得病 你有刺青 喂 園藝新手 你很喜歡種花石草 對不對 運動場所 你到處都會去 友善自拍 你愛拍 國小生的數學 應該聽說你程度就到那裡 對 就到這裡 Yes Man 不是金凱瑞 是因為喜歡逛夜市 我去夜市去到那個攤位的時候 有機收房租 你長得像有錢人家 不是... 就是太常去的 太常 她從第一次 萊姆老師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又來了 所以到後來 我大概一個禮拜 大概有個去三四次 先找一個黑藍營過關的 增加一個好頭彩 來 絕對就是內臟黑白切 內臟黑白切 準備 三分鐘倒數請處理 我們常在小吃攤點的 甘蓮是指豬的哪一個部位 A 橫隔膜 B 胃 C 擴約肌 快 A 橫隔膜請鎖定 橫隔膜 就它有一個白 就肉的部分 有一塊白白的地方 橫隔膜上的胸膜 很想吃腹膜 是... 是 請介紹 好 沒有疑慮 沒有疑慮 下一題 再選 刺青 你身上有大面積的刺青 也沒有啦 在什麼地方 我的手這邊有個刺青是 我女兒的生日 兩個女兒的生日 但是我比較特別是用鑽體 中文字 而且像是西洋的生日 2002 這樣的概念 好特別 還有呢 我的左手這邊是一個 我老婆的星座跟我的星座 那有什麼刺青下面的嗎 下面的有一個 我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坡 有一個坡 對 有一次 但是我有一次滿倒楣的 就是有一次我 我後來發現 刺青不太能划蕾 你又在打棒球 對 我打棒球 也是划蕾 划完 所以那個場地不是很好 我的水就不見了 就變皮 所以人家說變藍皮 後來我後來 後來我左腳去打棒球的時候 我都穿兩雙襪子 他真的很嗨 這是真的今天 你有這麼嗨的爸爸 我真的替你很高興 因為我們很多人都怕 孩子長大以後 發現他爸爸媽媽沒有活力 兩分48秒準備倒數 來 題目數 根據醫療網站報導 大面積刺青可能會導致 什麼樣的健康問題 A 容易拉肚子 B 容易感冒 C 容易中暑 漂亮 好題目 C C C 請鎖定 為什麼是容易中暑 我覺得容易拉肚子 有點不太可能 你是刪去吧 對 我現在刪去這個 刪去 然後感冒的部分 只有除了刺青當下 當下可能比較涼快一點 因為沒穿衣服 對 有可能 但是我覺得還好 容易中暑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 對顏色或者是顏料的沉澱 導致毛細孔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會不會是這樣子 導致我的 大面積 大面積 散熱的能力差 對 因為現在很流行 是整個 國外很流行 一個就是全部把它塗黑 就是一個黑手 你想什麼都沒有 容易中暑 我覺得容易中暑 講得滿好的 對 請介紹 恭喜 刺青在皮膚上呢 會影響到我們皮膚的 觸汗模式 而且不管你刺青的時間 有多長 它的影響都不會改變 就有研究發現 其實在刺青之後呢 我們有這個刺青的皮膚 跟沒有刺青的皮膚 觸汗量是少了50%左右 而且從這個有刺青的地方 流出來的汗 它的含鈉量也是其他 正常皮膚的兩倍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你有大面積刺青的話呢 可能會因此散熱不易 就會比較容易中水 第三題 關鍵性的智慧心幣一萬元 我最近這幾天 我很迷...很迷原意 年紀到了喔 有一點耶 對 因為其實這很多學問耶 有 很多 然後什麼水 有些要很多水 有些不要 有些要日曬什麼什麼 很多很多的學問 原意新手是它 來 請出題 兩分二三秒到處 種植花草時 可以在土壤中加入什麼 讓土壤更營養 A 豬軟骨 B 蛋殼 C 鹽巴 B 蛋殼 對 請鎖定 有啦 我們看過很多的盆栽 好像上面都會放蛋殼 你覺得 是你的印象對不對 還是你有放 我沒有 因為我現在用有機的 就會盡量讓味道什麼東西 越來越單純 那只是我記得蛋殼 好像本身有碳酸鈣 可以組成 所以它那些東西好像可以 融在裡面這樣 幫助它 可以融在土壤裡面 對 幫助它的一些 養分調節這樣 來 蛋殼 答對沒有 請介紹 答對 答對上的原因是什麼 來 善華請告訴我們 在種植花會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蛋殼曬乾磨碎 變成蛋殼粉 把它掺入培養土裡頭 就可以改變土壤的物理性狀 掺了蛋殼粉之後 土壤就會變得更加的疏鬆 而且可以讓更多的空氣進去 透氣好 這樣讓根的生長 就可以更加的有利 而且在這個土壤透氣好的狀況之下 土壤當中的這些微生物 就能夠有更好的這個生長 因此它就可以分解 土壤當中的有機質 變成養分提供給我們的花卉 因此上面的植物 就可以開得枝繁葉貌 來 一萬元智慧新幣 目前已經得到了 恭喜萊姆老師 謝謝 第四題請加油 來 再來三題 我想要選 應該是運動場所會比較 運動場所比較了解 是不是 請出題 2分20秒倒數 題目是 全台規律運動的人數增加 根據體育署統計 民眾最常在什麼地方運動 A 公園 B 健身房 C 學校運動場 我們台灣的民眾 最常在什麼地方運動 A 公園請鎖定 為何不拆學校 因為我知道學校 其實大部分都傍晚 五點到七點有個開放時間 也有早上的 也有早上才早上 但是有些學校不開放 學校也不開放 傍晚 人家只有傍晚 那公園是一天的 我覺得兩個公園 公園因為像從有些 從早上有些做運動的 有些聊天泡茶的 有一些中間有 一直不斷有不同動 披然 然後健身房其實比較狹窄 因為阿公阿嬤其實不太去健身房 尤其是 有些阿公阿嬤去大概就是 早上第一批去游泳 很少看到阿公阿嬤在做 重量訓練 做重訓 很少人 這樣講很有道理 分析得非常好 直接介紹 公園 應該是 就是根據體育署的統計 其實我們這幾年 國人想要運動的習慣越來越多 人數也創新高 而最喜歡運動的地點 第一名是學校運動場 其實頸椎在後就是公園了 兩個是三十四%跟三十三% 基本上差不多 那麼第三是在道路上 大概有十八% 不過到這個國民運動中心 大概就只有十點 十點二% 其實跟你剛剛所說的公園 差一點點而已啦 差不多啦 這兩個 你剛剛講的 因為我覺得你講得滿好的 再支持到這個獎品 你一定適合 好 恭喜藍波老師得到的是 美康亞廚房家電煎炸組合 這個是六合一的煎烤盤 它雙面加溫 可以滴出食物的油脂 無炭燒烤吃得更健康 還有溫控的電炸鍋 它的操作非常簡單 短時間就能夠迅速加熱 油炸的效果加倍 恭喜 恭喜 太棒了 來 下一回合的新攻略資格賽 請就位 好的 我們來進行全民互動題 就行動作 動作運動量很大的藍波 是 來 把你沒用到的提琴 剩下四個題目 是 找出題目來 那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呢 透過我們的全民新攻略的 YouTube的影片 在頻道上留言 答對了 送禮物給你 OK 我如果要選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可以一起討論 我要選 夜市man Yes man Yes man Yes man 台灣最棒的地方 選台灣從南到北 遊戲上都 太上千上百的夜市了 嗯 夜市有什麼題目 請出題 題目是 請問 在中國歷史上 哪個朝代就有夜市了呢 漂亮 漂亮 我應該是 長於下三週請看進隋唐宋元明清 唐朝 五朝 半朝以後 唐朝 我選冰 唐朝就有了 嗯 為什麼 我看題型啊 因為 那時候就有唐朝歷史 因為感覺上唐朝盛世嘛 就感覺上 應該是你很強大的 還是你想要在後面接幾個字 唐朝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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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好像那個 你一定要國家很興盛 然後大家很興盛的時候 才有時間去做這些所謂的 市民小 噢 爭官之治 聽說將近兩百年的太平盛世啊 對 是不是啊 爭官之治是不是兩百年 嗯 哦 哎呦對齁 居安思維 但是 保暖才 對不對 哦 對 認同是唐朝的舉手 一個兩個 三個 哎呦 都是唐朝 我也認同 那姐姐 我覺得應該是水朝 水啊 嗯 水 哎呦為什麼 因為它好像有什麼方式分離 然後有一個地方是 就是可以 夜晚大家都會去那邊逛 就很像夜市那樣 你認識你女兒十幾年了 嗯 十六年有了吧 有 你有聽過她講過這個話嗎 她今天講這麼多話 我好感動啊 她看我 每次到家的時候 我累了 拜 打她 不行 她剛剛講得很有道理 她講得有 哦 哦 是我女兒 沒錯 滿感動的 大家都認為是唐朝 都被你感動 嗯 請鎖定一個答案 妳要因為妳女兒選水朝 還是因為大家選唐朝 我不知道 太確定 但是我記得應該是 我覺得唐朝 唐朝請鎖定 中國歷史上 到底哪一個朝代就有夜市呢 請介紹 是不是唐朝 是不是唐朝 好 第四輪的資格賽 也可能是最後一輪 但一個值得開心的事情是 目前為止 你們三家人 各留一個在台上 這個滿好的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肉包 肉包 你又薄耶 第二個提示 請看十秒 幹什麼 來 開開 民雄嗎 為什麼是民雄 因為好像有肉包 也有鬼王 就是我們故鄉 嘉義 嘉義 因為嘉義的古稱叫打狗嘛 肉包是打狗有去無回 有沒有聽過 打狗是嘉義 高雄 這高雄 那為什麼會是民雄 嘉義 嘉義叫打貓 打貓啊 我啊 你答案是什麼 嘉義好了 嘉義還是民雄 嘉義 肉改嘉義 嘉義答對了嗎 以原地休息 姐姐 懂之 懂之 民雄 民雄答對了嗎 民雄 民雄那邊有有名的肉包是 有啊 特產肉包 特產是肉包啊 肉包啊 鬼物鵝肉 凱凱你是不是悶掉了 你做的效果 這個效果不錯耶 這效果滿好的 我就在這裡等待你啊 民雄 這樣 嘉義 準備 好妙喔 好啦 就請妹妹 喔耶 請姐姐參加我們的酒問科攻略賽 就位啦 漂亮 恭喜姐姐 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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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湖高中高一的學生 才高一 練國標 練國標也不過就是兩三年 對不對 兩三年的時間吧 四年左右 四年 各種國標你都會 對 恰恰 吉路巴 倫巴 捷舞你也會 捷舞 對 哪一個舞最難 Tango還好 但是倫巴最難 因為它要就是 要很柔軟啊 然後又要放感情進去啊 跳哪一個舞不用放感情 跳捷舞都要放感情 就是倫巴要更多的感覺 請看示範 來 要 請把我當人型看板 要這樣 女生要這樣子 這樣 不行 這樣 對 這是華爾滋 這是越彎越好 越彎越好 對 這是華爾滋 對 那倫巴呢 倫巴就是隨便 但是就是身體要很柔軟 那你說表情要很多 表情很多是其他舞 就是比較快樂的舞 比如說恰恰捷舞啊 倫巴 好 倫巴 像 慢著 微笑 那大笑是什麼 大笑就是 捷舞 就是嘴型就是 恰恰 笑 對 恰恰就是這樣 來 我們來看看今天姐姐 可以拿到什麼樣的提醒 來 請看 她的九文革 妳會有拜神社啊 因為常去日本玩 對 妳常去日本玩 對 跳國標 當然 女大十八變 妳正在變 爸爸投訴洗澡超久 就是因為 妳這麼一點點要洗多久 因為他們每次都會先洗好 我就想說最後洗 那我就慢慢來 反正後面沒有人 對 不要被人家吹啊 趕啊 對 奇怪一點什麼對不對 甜食控 痘痘粉刺正在長 是吧 玩拚圖 很愛拚 從小就愛拚 棒棒喔 先選一個來 準備過關 好 養烏龜好了 這麼多寵物為什麼養烏龜 因為就是 就是有時候忘記餵牠 也不用擬牠 不會死 對 妳是養一個不會死的 對 養烏龜 有些人有這個習慣喔 來 請處理 三分鐘到處 皮膚是 用屁股 屁股 請鎖定 妳是猜的嗎 我只是覺得 排掉吧 刪去髮 刪去髮 妳刪掉皮膚啊 因為牠皮膚上 可能會有鱗片 誰說鱗片下面 沒有可以呼吸的東西 可是鱗片就感覺很硬啊 然後就阻止牠 就是呼吸之類的 牠不是也會髒嘴嗎 牠髒嘴巴好像吃東西 沒有呼吸的 嘴巴不負責呼吸 呼吸的是屁股 對啊 我的屁股都是用來吐氣的 好像會冒泡泡的 牠會冒泡泡 妳看過了啊 好像有印象中有 我 烏龜是用屁股呼吸的喔 請介紹 真的 是真的耶 烏龜是屬於爬蟲類動物 但是牠的呼吸方式 跟其他兩棲動物不太一樣 不是是用這個肺部的收縮 跟舒張來呼吸 而是牠在陸地的時候 是用口腔來進行氣體交換 但是牠潛入水中之後呢 牠會吸入大量的水 進到牠的蟹直腔 那水進去蟹直腔之後呢 牠會有這個尿囊的毛細血管 來吸收水中的微量氧氣 所以簡而言之 烏龜其實是在水中 用屁股呼吸的 通理知道了 是 英雄出少年 你的表現令人激傷 真的 下一題請選擇 我選 拜神社 拜神社 應該有相關的規定 請出題 題目是 到日本神社參拜時 會先在手水射洗手 請問怎麼做才是正確的 A 先洗左手 B 先洗右手 C 先漱口 漂亮 好題目 A A A 請鎖定 A 妳是真知道還是猜的 因為我記得之前 就是去神社洗手的時候 就是先用罐用手拿起來 然後先倒 然後再倒 對 罐用手拿起來先洗左手 然後洗一洗之後換右手 好 最後是 請揭曉 對了 漂亮 厲害 妳現在看妳女兒的表情 都不一樣 對不對 下次花錢讓她去日本 是應該的 好 OK 崇拜了 為什麼要先洗左手 這個我不曉得 來告訴大家 到手水社這個洗手 有一個順序 我們有一個口訣 就叫做 右左右漱口直立 那到這裡洗手呢 一開始妳要先用右手 拿這個勺子 然後洗左手 再用左手拿勺洗右手 再用右手拿勺 把水倒在妳左手的掌心 拿這個水來漱口 最後呢 這個勺子裡頭 是不是還殘存了一點點水 對不對 妳就把這個勺口對著自己 把這個勺子直立起來 把這個勺子裡頭的水 流下來洗手柄 才是完成了整套的流程 裡面 一半漱口 剩下一半人家 讓人家流下來洗這個手柄 是 不錯耶 挺好的 再一題妳也拿獎品了 來 跳國標 來 告訴大家題目是什麼 兩分三十秒到了 國標舞中的倫巴 有愛情之舞之稱 請問這個舞最早是哪種人發明的 A 地中海希臘人 B 古巴黑人 C 拉丁美洲原住民 A 請鎖定 誰跟你講是希臘人 誰 就是感覺希臘人就比較浪漫一點 希臘人浪漫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不浪漫 他們感覺就是比較像恰恰那種 熱情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跳恰恰 那古巴黑人跳什麼 古巴黑人 跳宋江鎮 不是 森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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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人 請繼續 你講對 不是希臘人 在四五百年級的古巴呢 有很多被白人運送來這邊 當奴隸的黑人 那麼這些在古巴的黑人呢 因為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所以過得非常地困苦 再加上私相琴切 所以他們就會 唱他們的民歌 並且跳舞 那到演變到現在的倫巴呢 已經沒有了過去那種悲傷的氛圍 但是還是有這種催眠式的舞曲 那再加上一些 比較殘迷的肢體動作啊 變成是比較講男女的 親目之情的 這樣的一種舞蹈 就差這一點 就差這一點 馬上進行終極懲罰 就位 好的 非常好 現在 兩位一公一母的豬頭 先來 一下 先不要幾下 帶豬鼻子只有一下啊 但你隔壁那位女士有三下 好鎮靜喔 好鎮靜喔 真的耶 好棒 就味道不好聞 誰叫你 凱凱 你這不能怪別人 好不好 好好的改嘉義幹什麼 對啊 好好的改嘉義幹什麼 眼睛不要張開喔 很快就過去了 很快就過去了 真的好密集喔 好酷喔 什麼這個感覺 整個好像兩個指揮艇 指和一樣耶 小心不要彈到眼前 不會...我盡量... 我就算... 算很溫柔的 這聲音好明顯喔 什麼 我... 他... 他感覺像被吸進去的感覺耶 恭喜這些得獎的朋友 恭喜 聽說的人 不管是男女老幼 隨時活化你的大腦呢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 對 學如溺水行蹤 不進則退喔 不要啦 周一到周五 每天晚上九點 只能說要鎖定都市民道 只能收看我們的 學民先攻略 完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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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準備進行全民互動題了 我們有請賈斯汀幫我們選擇他 還沒有用過的題目 一二三四 起碼還有四個可以選擇 OK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 所以在網路上呢 所有的好朋友 在全民新攻略的YouTube的影片裡面 有留言 所有的題目 只要你答的是對的 我們會有不定期的給你很多的surprise給大家 OK 來 Justin 請選擇一個 好那我選 李小龍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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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請出題 題目是 不難吧 對啊 我的答案是B 這應該沒有什麼爭議吧 對沒什麼 選這個不就又 過關 這個多好啊 對不對 確定 確定 應該沒有人有打B2大案吧 沒有 沒有 就詠春 詠春拳 詠春 詠春 我截拳道 因為詠春是比較慢一點的 而且以手為攻 截拳道的話呢 他的進攻性就更強了 他就結合了 他的跆拳柔道跟拳擊 非常的好 請鎖定 這個送分題 亂沒有成就感 請揭曉 恭喜答對 針對截拳道 針對永春拳 你知道多少呢 尚華 分析一下 這是李小龍生前 就在構思實行的一種武術哲學 那麼截拳道呢 他是融合了永春 還有拳擊 跟劍擊 就是西洋劍術三種為他的技術核心 另外他的思想呢 則是老子的道家思想 那這個截拳道很不一樣的點呢 是他是沒有套路 而且也沒有規則 也不像傳統的武術 是要先阻擋對方的這個來勢 而是同時 在你截斷他的來勢的時候 同時出拳 後發先制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是永春拳的精神 那是永春拳 我有朋友在練 這很好耶 他那個馬步要非常的穩耶 然後中路 就是這個中路會守得很好 會這樣好 所以那個手 那個手勢看起來好簡單 可是實際上 那個打 好快喔 那個角度要對 對 對就是他是你的手的敏感度 要非常的美麗 對要很強 你就感覺他那個鏡 是往這邊走 你就這邊撥 趕那邊走往這邊下壓 而且我第一次看到人家那個 用在手的時候直接攻啊 他打 他拍就上去了 對 他就直接拍手帶攻 根本你是純心想要捶人的人 燃起 一定被打死 對 哇我覺得真的好能有意思 難怪李小龍這麼怕 好 好了 我們答對了這一題 我們的全民互動就結束了 會不會不過癮 我們下禮拜一還有錄影 可以在 好啊 好啊 可以啊 因為你比吃喝玩樂的朋友 我覺得你好多了 OK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抑制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